大家好,我是東京走的橋 我是鮑勃 我是韋恩 我們今天一樣要帶大家來玩 東京都的隨機冒險 規則的話一樣介紹如下 正式開始抽選吧 9 9 K K有15戰 就15 15的最後是 金城益州 產生 7 7是K 24 銀座一地步 銀座一地步 哇 今天真的是好運 好運好運好運 爽死了 除了金城益州 終於我們可能就是金城益州 玩之後那個銀座一地步 可能就拍六個小時 走 GO 14 3 15 我們要去洗腳 洗足站 洗足站 偷 都立大學 都立大學 好 那給大家看一下我們這次選到的所有的站 金城益州 銀座一地步 洗足 都立大學 備用的是護博寺跟鴨上 我們的第一站要從哪裡出發呢 我們現在人在高原寺 你要去金城益州站 第一站就從東京的西邊高原寺 做約50分鐘的車到東京東邊墨田區的金城益州 我們現在來到金城益州站 然後一下車我們就看到羊二多一千 然後竟然還有貨勒 雖然已經沒有之前那麼夯了 只不過一樣多一千啊 在東京也還是蠻難買到的 好啦 我們現在在金城益州車站附近 大家有沒有覺得這個背景是我們現在的穿著 對不對 好像森林一樣 好 我們來用Google Maps做功課 看這附近有什麼好玩的東西呢 請幫我講解一下剛剛查的行程吧 那這邊其實比較偏向住宅區 那現在時間也是接近12點 所以我們先選擇吃中餐開始 然後呢接下來吃完中餐呢 我們應該會 這是我們吃中餐的地方嘛 那我們等一下應該會花 一點時間在附近走走 那這邊其實包括我以前來過 有賣一些日本很傳統的甜點啊 我們在沿著河堤這邊走 然後走到這邊公園可能就有一些 像神社啊 或是一些可以看的地方 那我們就安排在這邊 大概花個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小時左右吧 這站其實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繁華 有種大型的算 有點像購物中心的感覺 然後這邊也有這個家庭餐廳 然後這邊一個麥當勞 其實還蠻 以住宅區來講還蠻不錯的 然後說實在話如果我 想要搬家的話 如果這邊搬房屋便宜的話 還蠻適合住這邊來看 跟大家科普一下啦 因為這裡其實 離亞上前草沒有到很遠而已 然後我們等一下會去的 河濱就是那個 雨天川嗎 好我們的中餐要來吃這個 夏亭中華壽把 絲絲美食堂 好我們吃完麵啊 這個飽足感真的是十足 我點的那個特製SKMAN 雖然要1500塊ZB 但他給的肉大概有5到6片左右 他的SKMAN的湯也非常的濃郁 適合喜歡重口味的人吃的 我剛剛吃的那個是 就是一般的拉麵湯的 然後我覺得他 我會形容他是有一點像 就是比較再濃郁一點的阿芙利 然後就是比較淡麗型的拉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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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這種喜歡吃清爽的人吃起來 我覺得還蠻剛好 然後另外就是 剛剛我吃到他那個炙燒的雞肉 我覺得他那個香味就是 烤過的關係然後很棒 所以還蠻推薦這家拉麵 我們吃完拉麵之後的任務是什麼呢 吃完拉麵之後應該想吃點甜的齁 那這個附近啊 剛好有一些非常歷史悠久的河果子店 我們就去吃看這些河果子店吧 好那請問為什麼我們今天會穿情侶裝 因為口袋比較多比較好放東西 所以我就借我一件穿一件 主要是這個早上出門的時候 然後他就說 你要不要穿一件我買來還沒穿過的背心 那我們以前舊的夥伴都說 這個是賞鳥協會 對賞鳥協會 但是真的很方便 因為我們拍片會有一些 哩哩哩哩的東西 然後就是把它塞在背心裡 我覺得還蠻爽 它就是又是網狀的 所以又很透氣又不會熱 對 對 好那以下購買連結沒有 好就是因為看到我們後面 有一些那種小小的公園 然後我想要講就是 我覺得日本這一點 或是做東京啊 這一點做的還蠻好 就是住宅區啊 或者是有一些那種觀光區 或是什麼河邊 就可以看到很多大大小小的公園這樣 我們剛剛就這樣散步進入了 供奉地藏尊的小廟 我們進去看一下吧 有沒有給你一種歷史很悠久的感覺 真的耶 好可愛喔 對啊 你不覺得東京厲害的點就在於 就是雖然我們是來不知名的地方冒險 可是它就是總是會有一些小小的景點 真的 真的太棒了 我們剛好經過一個交流道 首都高的出口 我們經過了一家賣那個 應該喝果子或餅的店 然後看起來還蠻人氣的 一堆人在排隊 我們剛剛就是排 應該是這邊分數最高的 大概就是3.74分 它是賣的 還有賣團子 就是像這種東西 就是綠色的 台灣可能有吃過類似的東西 然後3.70分超高 我們等一下再試試看 這個炒餅啊 它裡面應該是有包紅豆 然後應該有點類似像台灣的超阿貴 但我覺得它這個軟硬是剛剛好的適中 然後它的那個紅豆吃起來也不會太膩 所以非常的好吃 這個是 就是燒餅蛋糕 就是烤團子 對 它這個我覺得最有趣的地方是在於它的那個醬 就是它跟我一般吃過的醬的味道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好像又再更甜一點吧 然後它的蛋糕也是跟我平常吃的不一樣 它是偏Q的 因為我平常吃到的那種好像都是比較偏硬一點 然後它是已經有點接近麻糬了 還蠻特別的 哇 我剛剛試吃那個草餅 我覺得它那個草的香味真的很濃郁 超喜歡的 還不錯喔 這150年老店的確驚豔了 那我們接下來還有兩家要去吃 我們就去吃吃看吧 GO 我們點的糰子來囉 這家店因為只有這一個商品 所以就有一個cent 它這個這家店是叫鹽問糰子 對 然後它這個牙籤套什麼的很精緻 對 然後剛剛Bub說這個 他們這個盤子啊 也是這家店算就是特別設計的 我現在吃這個顏色的好了 它的皮啊就是蠻薄但是帶有一點QQ的嚼勁 然後主要是裡面那個吃起來就很像白豆沙 或蓮蓉的內餡 就微微的甜 然後不會很膩的感覺 大政十三年的時候這家店就長這樣子 對 它是在1893年的時候開的店 就是感覺啦 陶太郎應該有在這邊 對 沙迪之前 對沙迪之前來這邊吃個團子 對 跟它的猴子跟鳥 對 我們第三家要來吃有四百多年歷史的長命式櫻母雞 就是櫻花餅 然後配著那個葉子吃的超好吃的一個餅 我們進去買吧 直接幫你兩個就準備好 所以進去大概一秒鐘就出來了 多少錢 五百塊 兩個 那我們就帶著我們的櫻餅拿去櫻田公園吃吧 好 我們現在走到了那個櫻田公園了 然後來吃剛剛買的那個長命式櫻花餅 好 它是那個啦 兩片葉子 然後包著麻糬 對 它裡面這個還有像可麗餅的感覺 對 可麗餅 對 然後裡面再包紅豆餡 對 幫大家3D立體剖麵 它是三片葉子啦 對 這很特別 我沒吃過 古代人的可麗餅 好 試試看看 好 我們來吃葉子 可能400年前大家只吃葉子 只看到這個卡會想說 欸 吃葉子 比較特別 產寶寶 它葉子應該是有加一點鹽的 所以是鹹鹹的 你不加葉子也可以其實 有些人是不吃葉子的 我會吃葉子 那不要加葉子好了 對 它葉子就是葉子 所以 對 你有吃到那個嗎 你有吃到紅豆了嗎 它草味非常濃 一直就是吃草 然後 鹹鹹的 OK 然後再加上那個 可麗餅跟紅豆現在 說實話 難以言語的怪 阿芭那你不要加葉子吧 好 那我們就 吃不加葉子 正常 好吃 好吃 Bitch Fucking bitch 它跟剛剛這個茶櫃的感覺一樣 就是因為這個葉子 加在這個皮上面 所以帶有一點就是清草的感覺 我覺得還不錯 那我們余田公園啊 就是逛完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就要上車 那我們京城益州的行程就結束 要去下個景點 今天這邊剛好有跳蚤市場 很熱鬧 接下來我們又花了50分鐘左右 從鴨上站坐車 來到東京的南部喜足車站 我們這一站的行程查得如何 這一站應該最大的景點應該是 喜足池公園 那這是應該算自然生態的公園吧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其實這邊沒有什麼比較大的神社 然後感覺餐廳也是有點缺乏 所以我們應該就去個喜足池公園走走看看 應該就可以花一點時間啦 那我們看路上會不會看到什麼東西好了 也對 你剛剛說這一區的感覺啊 跟我們剛剛那個有一點夏丁風味又不一樣對不對 它這邊的人行道跟它的 就是旁邊種的樹啊 還有它這邊看起來的房子 比較新啦對不對 比較新一點對不對 它比較多那種一戶建 對對對 所以感覺有錢人可能不少我覺得 所以它那個不同的鐵路 然後沿線的住宅區的形態也會有一點不一樣 像我們現在是東極吧 所以東極線上面好像就真的住比較 呃 優錢的人 嗯嗯嗯嗯 這個很像BBQ的箱子啊 其實就是 倒垃圾用的 我喜歡隨機冒險啊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因為你 漫步在東京街頭啊 就可以找到這種很有特色啊 復古的店家 像弄中的豪宅 來 我們就這樣不小心踏進了豪宅區 感覺這邊寸土寸金啊 那為什麼我們剛剛這邊有一排豪宅呢 因為豪宅的下方就是這喜足池公園 所以豪宅可以直接看到海景第一排的公園景 這個公園啊有池子 有天鵝船 還有一個神社對不對 還有一個神社 有沒有讓你想到什麼 蛤 就我家附近吉祥寺的景之頭公園啦 對啊那這邊你剛剛說 你覺得更適合親子來 為什麼 因為景之頭公園其實蠻像觀光景點 所以其實到週末的時候 人都超級無理多 但這邊呢 即便是現在禮拜六的下午啊 人還是少少的 所以很適合親子在這邊散步 溜達走路 或是就是看一些自然生態啊 等等的 對所以如果你來東京蠻多次 然後想要follow我們這種比較 不一樣的行程的話 沒什麼觀光可能 可是其實也可以來這邊觀光 喜足齒公園 從喜足車站最快大概16分鐘 就可以抵達其實並不遠的都立大學 那我們現在第三站呢 來到東極東楊線上的都立大學 來看這邊有沒有什麼有趣的東西吧 這個車站一出來 對面就有超商啦 還蠻便利的 好我們都立大學的行程 剛剛看啊就是這邊 車站出來看似熱鬧 但好像沒有什麼好景點 對那它熱鬧的原因呢 因為這邊就是住宅區 所以當然也沒有什麼知名的觀光景點啦 但是呢這個附近呢 其實因為生活技能還不錯 所以其實還蠻多 就在ID企業的人會住這邊 因為這邊的房價其實還蠻高的 那我們接下來這邊呢可能就買個起司蛋糕 然後到公園去坐一下 然後吃個東西 然後再去下一站吧 然後還有剛剛說要逛一下這邊的商店街 對,好,Let's go 我們剛剛是說沒有什麼景點嘛 但其實現在這樣在車站這邊走一走 我覺得其實散步也感覺蠻舒服的 這邊真的對行人還蠻友善的 這邊有行道樹 然後可以放腳踏車 然後這個綠樹的環境也做得還不錯 其實仔細想想 你說中暮黑有什麼景點 好像也沒有 但其實逛起來就是舒服 覺得氣氛感覺很好 想讓你這邊走路嘛 所以其實大家可以來這邊好好的 好 為什麼帶領我們來到這麼奇怪的小巷 因為我剛剛用Tabelloku搜尋 然後這附近有一家 分數還蠻高的起司蛋糕店 所以我們就走到這個住宅區裡面 竟然就發現這一家 我剛才是進去之後 感覺店長在休息 然後他可能聽到我的聲音之後才出來 很可愛 剛剛看他好像是一個老先生 對老先生 然後就很有 就是感覺很可愛 然後講話就很有禮貌這樣子 蠻期待的 趕快去找公園去吧 好 我們來到中根公園啦 那因為今天是假日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小朋友 對 那我們兩個奇怪的大叔 在那邊吃起司蛋糕對不對 要來這邊找地方吃起司蛋糕 在那邊好了 蠻搞笑的 在那邊有很多小朋友 沒關係我們再找找 好 那就往上走好了 好 這裡完全是兒童樂園 這個地方完全體現了 日本民眾假日的生活 我們來吃隱藏在巷弄中 神秘老人做的起司蛋糕吧 對 ヤマグジ 老頭蛋糕 你這樣大家會以為 ヤマグジ 是老頭的意思 好啦 我們可能沒有那個叉子 所以可能用手 喔 OK 有欠罵嗎 沒有 沒有欠罵 對 但是勉強可以用手拿 這個310塊日幣 看起來小小但蠻精緻 對 而且很實喔 很硬 ヤマグジ 起司蛋糕310塊 它那個酸味啊 非常的適中 吃起來是奶味適中 然後這個下面那個派皮啊 讓整個起司蛋糕點綴起來 好吃 310塊我覺得真的超級值得的 這家應該要紅 好 維恩你是喜歡吃起司蛋糕的人嗎 對啊我個人還蠻喜歡吃起司蛋糕 那就來吃吃看這老頭蛋糕 蠻香的 ヤマグジ 很好吃 好吃好 很好吃 310塊 它很厲害的地方在於 起司蛋糕其實我自己吃過的 有分兩種 一種是很厚實 那一種是那種鬆鬆軟軟 更接近蛋糕 但它是介於兩者中間 哦 對就是它 偏鬆軟 然後它裡面的質地非常綿密 然後所以你吃下去 就會有一種中間的起司 融化在嘴巴裡 然後味道非常的香 然後像Bob剛剛講的 最下面那個餅乾的口感跟香味 再點綴這個蛋糕 以310塊來說我靠超完美 310塊我說實在話 這個大小比便利商店的都還便宜 好吃很多 而且也便宜這樣 對呀 太誇張了 好吃呀 沒想到大家買完老頭蛋糕 都會到這個公園吃 對我們剛剛丟垃圾之後發現 有別人 別人也買了老頭蛋糕 最後從都立大學 搭乘大概35分鐘的車 就可以回到東京的都心 銀座一丁木 我們來到了銀座一丁木站 那既然有銀座這兩個字就知道 不用找任何的行程了吧 我們就隨便找個東西吃 然後再銀座逛逛囉 耶 哇 我們難得有一站出來 是這種超級繁華的大街的 對不對 好爽 對啊 處處都是景點 所以Bob唯一的目的就是 找一家還不錯的餐廳當晚餐 那我們去吃吃看三丁木的咖哩店 因為這分數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我也不知道會不會有位置啊 所以請去看看囉 你會不會覺得啊 隨機冒險來到銀座這麼屌的地方 反而有點不知道拍什麼 對啊 就覺得好像是自家後院一樣 就是也不知道去哪裡 好像沒有什麼探險的感覺 而且說實在話很多地方 我們也不能進去拍啊 所以 對啊 希望以後可以多抽到一些 鳥不生態的地方 對 所以想知道銀座有什麼 請上東京走的小YouTube頻道 搜尋銀座 我們帶有七八百部影片到這裡 對對對 所以 我們這邊就是當日常生活 欸 欸 我們雖然是在銀座 但這裡其實有一點 微微沒有很熱鬧 對啊 這邊應該是銀座的邊垂地帶了吧 不過我們的咖哩店就在那裡啊 看起來還蠻復古蠻可愛的 Let's go 而且門口這不是微停 這是停車位 還蠻特別的 真的 喔不錯也蠻可愛的 試試看啦 希望有位置 排隊中的包伯喔 對 他的門上面貼了一大堆 擺明便的那個Sticker 對啊 17181920到22都是 擺明便 你家店的齊全都比較少 就是 Cheese Beef Curry 跟海鮮咖哩 這樣子 然後你可以選上那種辣度 還有一些小菜啊 然後就是 你可能要點個飲料會比較好 好 就是這家店的裝潢 讓我跟包伯都蠻喜歡 然後另外就是 雖然不能拍 但是呢 老闆娘她是一個 就是 感覺很典雅 然後很有禮貌的 的女生 然後讓我覺得 跟這家店的風格也很大 他這個Safran有點提味 效果有點辛辣的感覺 然後這個啊 這個狗真的非常非常的juicy 有點辣味 他好舒服喔 這家店的牛肉烤起司咖哩 哇 這咖哩味道感到辣度感到好 它是我最喜歡的那種 甜甜的咖哩 然後再加上一點點 那個咖哩的辛香料啊 就是甜中的 有點辣辣的感覺 然後再加上這個 烤得剛剛恰恰好的飯 熱度也十足 我覺得這個超級好吃 難怪是名店的 喔 它的 起司啊 我抽下去 它的表面 烤得就還蠻 硬 感覺應該會有 焦香 爽喔 我覺得這家咖哩的特色就是 它那個 烤的起司的部分啊 就是有一點焦焦脆脆的口感 然後也蠻香的 另外因為我點的是心口的咖哩 所以有一點微辣 還蠻刺激持育的 然後它咖哩本身就是 可能因為我的是心口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它那個香蕉味 其實也還蠻濃重 還不錯 我們吃飽囉 覺得這家店還蠻出乎意料的 算是我們在銀座的小冒險的感覺 而且應該是我吃過氣氛最好的咖哩店 好那我們接下來呢 因為現在時間也晚了 應該電影都關了 我們就在銀座找個地方 看個夜景起初這一天吧 你有沒有覺得 原本隨機想說抽到就是 六本木銀座之類可能會很好 但是 經過這幾集的拍攝之後 現在突然覺得 抽到不知名的景點比較好 沒有可能大典都要留最後 因為大典就可能吃個飯 就是要去探索 仔細仔細的探索 像我們今天第一站 其實去了蠻多個景點 就很花大概兩三個小時 探索一個未知的地方 那你就還蠻好玩的 才是這個旅行的真諦 其實並不是說大典不好玩 是因為我們大典已經介紹過幾百遍了 那要我們就是在硬說 先介紹銀座的五個玩法 那就還蠻怪的 沒什麼意義啦 我們又來到熟悉的 東極百貨樓上啦 熟悉的老朋友 沒錯 那我們就帶大家看一下夜景囉 好我們現在時間已經是八點半 那我們也準備要回家了 那我們這次的行程 有什麼特別的想法呢 我自己是覺得今天的行程 第一站 那個京城益州 對 然後那邊就是有吃到那個拉麵 我還蠻驚豔的 然後剛好那邊 因為是比較下丁的地方 然後就吃了三家 蠻有歷史的那種算和果子的店 我覺得還蠻幸運的 我覺得今天雖然沒有什麼大自然的行程 沒有壯闊的山河 但我覺得今天我們在吃的方面非常非常的講究 所以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飽 然後我覺得很推薦大家到小站去走一走 然後找一下當地的美食 有時候會覺得就是非常的驚豔喔 對還蠻有趣的 好那我們就這樣結束了 我是寶寶 我們下次見 拜拜